Jacky, 你在這裡就對了, 你糟了 姐姐, 怎麼會你會在這裡? 原來楊小姐是你姐姐嗎? 不是, 她是阿偉姐姐 聽到沒有? 我弟弟是機管局的責任主管 而我弟虎就是你們的上司 升級一點都做不了 Jacky, 你同事說 我生日也不幫我升級了 你航空公司怎麼這麼高行? 我們公司沒有一項服務 是幫生日的客人升級他的機位 不是的, 就算我是航空公司的主管 也沒有這麼特權的做 你們公司不是有家屬優惠嗎? 我不是沒有買機票 只是想坐前幾行而已 我不覺得過分 是否因為你和阿偉離婚 就不當我是家人? 不是, 不如你坐在一旁 我幫你辦理, 順便幫你看看 可不可以升級 那我不感謝你了 我就當你和阿偉送給我生日禮物 那怎麼辦?Jacky 你幫我檢查一下行李吧 我姐姐的訊息很像鬼沒 我連她回到香港也不知道 怎知道她今天離開 我正在責任, 哪有空 總之你跟她說 按照規矩, 補錢升級 否則沒辦法 偉哥, 不是在T1那邊出了什麼事吧 總之不算是麻煩 你去看看一份文件, 太太 姐姐 怎麼樣…看怎麼樣 升級了, 行業課程 偉都幫你選擇 我都說你有辦法 我看電視, 人們都不斷說兩句 這樣就可以升級了 電視的東西你別相信那麼多 當然了, 我們幫客人升級 也有自己的程序 對了, 剛才我打電話給阿偉 為什麼連她也不知道你回來香港 我和媽媽和爸爸是移民去英國 我們不是去坐牢 那我有空了, 回來香港一、兩天 哄朋友, 不用通知你們吧 弟弟的工作, 又要鄰居 我又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回家 什麼時候回家 那她就犯罪你們了 爸爸和媽媽呢? 她們在那邊身體挺好嗎 她們倆都很精神 還叫我打電話給你們 問你們何時過去探望她們 我和阿偉離婚 就算是探望她們兩個老人家 也分開去探望 剛才你又叫我姐姐 剛才又叫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那就是擺明 還當自己是弟弟老婆 我叫開, 改不了口 好, 其實我和阿偉的關係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巧在這個機場工作 我每個月還收到善養費 一元這麼大把 如果你真的想隨便跟她沒有關係 就連這一元也沒收 你自己問心吧 這一元對你來說 是不是還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我姐姐不喜歡吃火鍋的嗎? 沒理由的, 我發誓她是喜歡的 不過可能你也知道女人善變的 可能她變了, 我不知道 我回去問問她 不用了, 我來問你一件事而已 你真的知道才有謊言嗎? 你姐姐跟楊上衛怎麼樣? 她是不是還沒放下她? 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過既然你這樣問, 我也不怕跟你說 你也知道我姐姐經常這樣 你不要叫人姐夫, 但我每次叫一張姐夫 她都笑得很輕鬆 而且她倆都離婚了這麼久 但又在機場日對夜對 經常小聲說, 大大聲笑 其實也很多人來問我 她對她的部合班 那你姐姐…那你前姐夫呢? 她對你姐姐怎麼樣? 要不然我嘗試才叫她 跟白王胸姐在一起 我覺得不像朋友這麼簡單 為什麼這麼有趣? 我姐夫一向都很有女人緣 其實你又不用灰心 你也很棒的 你看看你穿起的機師地服多棒 不過比起姐夫就差一點點 所以你要繼續努力, 知道嗎? 加油 押忍 好, 我很少見你來這裡 坐不上 終於知道自己老了嗎? 早就叫你多用機管局的福利 我年紀大了, 不玩這些了 我只想知道我姐姐眼睛有沒有煩到你 升級了商業學校之後 她就乖乖地上機了 她又不是你們責任 你無緣無故地這樣做 很容易被人說你弄傭制司 不會, 跟著規矩給錢就沒事了 不會有人說的 那我就代表她, 謝謝你 你不要跟她姐姐說 免得她覺得沒面子 你為什麼還要謝謝我呢? 我先幫你付錢 齊頭三萬, 零頭號給你 你之後戶口吧 我沒想請我姐姐坐商業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應該先跟我說一聲呢? 你是經理嘛, 孤雄吧 還有, 我幫你省下了 沒有升級到第一級 好, 過兩天再給你 對了, 你做完了嗎 我可以走了, 可以送你過來 不, 剛才累到你沒了三萬元 還坐在你順風車嗎 還有, 我約了人吃飯 約了誰 Captain K? 他來港灣也不及一年, 你跟他很熟悉嗎 一般般 你跟誰吃飯, 其實我不太介意 不過那個Captain K的人 頭髮化 那你是否給他機會的人也好 或者跟他吃飯也好 是否應該先了解一下 也對 好, 那所以就多吃幾頓飯了解 很酸 慢慢吃 楊先生 這麼巧 這麼巧? 剛好窄房, 現在去吃飯 吃飯 Jacky很快, 你們等一等 再見 Captain K 車子很漂亮 我不是多事, 我打算給點建議而已 Jacky很喜歡吃麻辣火鍋 越辣越好 還有, 他很喜歡吃雞子和粉腸 我的氣氛有點尷尬 是嗎? 你知道我跟Jacky有什麼關係嗎? 知道, 聽同事說過 我跟他離婚了, 不過我還是朋友 如果他再拍拖, 我會開心 總之你記住 麻辣火鍋, 湯底加辣 多點雞子, 多點粉腸 Jacky很難聚 努力 加油 謝謝 謝謝 你現在看 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 謝謝 謝謝